Hi! My name is Kai Ewan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新的房間 那我們房間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們下面原本有木頭的抽屜跟木頭的桌子 There is lots of echo in this room 因為我覺得桌子真的是太爛了 而且重點是那個高度真的是不符合人體工學 我們就把它全部打掉了 那整個裝潢打掉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一張桌子啦 為什麼要有這一張桌子呢? 因為原本的裝潢桌子是固定的高度 那高度在一個奇怪的七十幾公分 稍微有點偏高的高度 那我的手長腳長 然後坐在一個很高的桌子高度 要嘛我就聳肩 要嘛我就把椅子挑高 然後變成腳有點怪怪的 所以我變全身都不對勁 我們這個問題已經十幾年了 我們現在終於把它 嗯!這一張桌子最特別就是它是升降桌啊 我們就可以自由的去調整高度 那我們也可以坐著工作 站著也可以做事 就變成我們可以站著用電腦 真的是超級方便 那我們現在這個桌子叫做Fonte Fonte Fonte 應該念Fonte吧 那其實我有看其他幾間的桌子 像是Standway啊 什麼Standway跟Multi 那Standway其實也還OK 但是它到比較高的高度 像是我們現在已經最高的高度 算是還蠻穩的啦 那我們如果Standway的話 它左右晃動其實蠻嚴重的 那另外一間叫做Multi M-O-T-T-I吧 那其實也不錯 但是它的升降的聲音 真的是還蠻大聲的 這個桌子其實我們選配了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極限槽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的電線啊 全部都塞到這個極限槽裡面 只透過一條電源線接到牆壁上 就乾乾淨淨 不會有很多線 然後接下來接到牆壁上 就一條延長線排插 然後就全部都放到這個極限槽 那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這個電腦的支架 就可以把它架到桌子下面啦 所有東西就會跟著升降座一起升降 就不會怕說 線太短啊 可能升上去的時候會勾到拉到 一開始想說隔熱紙 根本好像沒什麼屁用吧 但是我發現紫外線 阻擋的能力真的是非常強 我直接拿我的光譜移來測 紫外線幾乎都消失了 這樣就不用擔心 在房間的時候還要吐防曬 會被曬黑 下一個就是我們換了全新的螢幕支架 我們原本是有點像是這樣子啦 就是會有一個腳腳這樣凸出來 霸占桌面空間 我們現在用這個螢幕夾具 然後用這個氣壓壁 我們就可以輕鬆的調整螢幕的高度 然後我們的桌面占的空間就會很少 我們什麼東西全部都可以放到這裡 真的是桌面空間變超大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我們天花板的裝潢也拆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那裡架了一支頂天立地架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攝影燈架在那邊 這是之前完全沒有辦法辦到的一個角度 第一就是我們頂天立地架之前那樣子 會直接把天花板頂爆 第二個就是我們那邊之前是很難架任何東西的 那邊有櫃子啊不知道在幹什麼 所以我們那邊的櫃子整個拆掉之後 我們這裡的原本呢 我的器材架整個貼過去靠牆 就省了很多空間啦 所有東西加起來其實蠻貴的 要5萬多塊 那真的 就是錢花下去 希望主要是這一張桌子啦 它可以改善我的肩膀啊 脖子的問題啊 還有脊椎啊 就是做的姿勢啦 還有我們腳的部分就是椅子的高度 也可以順便調整 就是希望整個可以在我做事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最完美 最符合我人體的一個人體工學姿勢 讓我們在做事的時候比較不會全身痠痛 然後又要去看附近科 所以這整個房間的改造就是對健康的投資啦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 對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